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字说明可以激活好的运势 事实顺利 男性如果手掌上有穿字 说明不激活运势就会事事难办 那有穿字掌的人命运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女人穿字掌运势 通常双手掌上都有穿字的女性比较注重家庭 对丈夫的关怀有加 虽然表面上不怎么表露出来 但实际行动可以证明她对丈夫的爱意 凡是有自己的主见 尤其是职业女性 他们自尊心强 做事武断 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做起事来 只对事不对人 妒忌心很强 所以在感情生活上极其不顺 事业上成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爱情上的好运 正是因为把事业中的霸道 自我带到了感情上 让男人没有保护他们的欲望 独立要强嫉妒 让男人有点厌烦 恋爱就会不顺利 太多的自我就会忽视身边对他们好的人 所以晚婚比较适合川自长的女人 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建议找比自己大五岁以上的男性结婚 这样年龄之间的差距可以弥补他们的任性望我 在心理学上 有川自长的人具有超前的意识 他们善于对未知的事情有十足的感悟与掌握 但是容易产生分歧 川自长的人热爱文学 有艺术方面的倾向 川自长的人长相美 体型较好 可喜性好 她有一种优越的遗传基因在里面 在人群中也是非常醒目的 川自长女人的爱情 川自长的女人极明能干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龙莽形式 生活中夫妻常常会有口角之针 甚至严重到离异 所以川自长的女人不利于婚姻 缺少浪漫情怀 往后余生一个人躲身的几率比较高 而在现代社会 川自长的女性不一定不利于婚姻 现在的男性正是欣赏女性独立这一点 社会风气在变 女性可定半变天 男士正是欣赏女性事实独立 不用他操心 减少男性心理和思想上的负担 这样男人可以放心地在外面打拼自己的事业 经济上也可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 所以川自长的女性不用过于担心自己今后的婚姻状况 川自长的女人财运比较好 相对于事业来说比较出色 她们赚钱的能力很强 善于把握对她们有利的任何一个机会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能在事业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 但是因为事业的忙碌 而护士家庭情况很多 人生并不是所有的都很完美 没有人生都是顺风顺水的 总体来说 川自长的女性在事业财运上比较好 虽然家庭上会有不顺 但女性的经济独立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现代社会需要这样的女性 可以会家庭分担经济压力 渐轻对男性的依赖程度 人生总是会有缺陷的 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脚踏实地的 放能收获好的前途 我们的财运跟做人有很大的关系 勤恳做人 财运会向你看齐的 讲了女川自长的运势 接下来说一下男人川自长的运势 川自长男人的性格独立 但形式莽撞 心质又急 还有一些无畏的自尊心 做事效率高 但只重视结果 不重视过程 往往无力而返 急功近利 最后容易失败告终 一般做事都是想着完成任务就行 不注重做事的质量如何 这样在工作上就显得非常被动 作为创业的人来说 这样发生许多错误的人只会一败涂地 他们的一生多阻碍 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所有人 处处碰壁 一生命运多串 若是跟人家合作做生意的话 最好选择一个跟自己性格互补其心的人 这样在与人家交往的时候 可以有个人能帮忙说上话 川自长的男人在感情问题上非常叛逆孤独 加上自责心强 容不得别人说自己的不是 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发症大吵大闹 感情不顺利 业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多 导致长时间的揭压可能面临分手 异性原差 性格孤僻 晚婚的可能性就会高 川自长的男人不够细心认真 他们做事都是粗心大意 总觉得自己的办事风格就是独特的 不在乎小结 这样办事效率大大降低 漏洞百出 出现很多不该犯的小错误 川自长的男人有高超的忍耐力 他们一般承受能力比任何人都要强 如果认定了一件事 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完成它 悟心尝胆终究会达到目的 川自长的男人一般比较霸气 他们做事有勇有矛 更重要的是非常有胆识 凡是自己做了的就是做了 没做的也不会承认的 敢做敢当 不会轻易地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自己真的犯了错误也会自己承担 比较霸气有魄力 川自长的男人生来就有富贵命 他们从小家境优越 从来不为自家的生计而苦闹过 经过很多的大事面 因为他们的起点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终点 等到他们长大 就会享受着父辈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组业 他们善于利用家族企业 来作为第一桶金成就自己的霸业 经济基础远比别人要英识 成就一番事业是时间的问题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 来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种掌心的男人做事有魄力 大有所为 财运就会随着自己的事业蒸蒸热上 财运上占继着天使地利人和 比较旺盛的好运 常常伴他们左右 总是能得到福兴的庇佑 往往能发一些意外的横财 穿自长的男人女人都非常的精明能干 喜欢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生活 做事说干就干 只要脑子里能够思出未来的理想男徒 就会马上复制于行动 胆大心细的性格 有助于他们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敢想敢干 做大事的模范也不过如此的 所以在生活上需要找一个能够辅佐他们的女人 能够分担一些家庭上的大小事物 减轻他们的压力 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去 有一些人很会说话 见到一个人就会夸大有福气 听到这话谁能不开心呢 可什么叫有福呢 有人就说了 从你的手相就能看出你以后有没有福 看手相是以前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算命方法 算命先生会拿着人的手开始端详 从你的手蚊掌纹来看你的运势 算命先生除了看这些外 还可以从你的手上某些不明显的特征来说 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比如一位算命先生就对一个来算命的女士说 他手上有富贵窝 一辈子吃喝不愁 不仅有才气 而且还有福气 可是这富贵窝到底在人手上哪个位置呢 大家将手背摊平 可以看见每个手指的正下方都有一个凹陷处 当然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很少有人除了大拇指外 其他四指下都有凹陷的 假如你的四指下都有凹陷 那说明你就是有福之人 这种人现在在事业上可能有些冒进 而且做事也可能不太爱动脑子 但是在关键时刻 这种人却是意志最坚定的那个人 并且还具有突破旧事物 旧思想的魄力 他们在事业上散发出来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一般他们都当领袖 而且获得的财富也很大 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在感情上非常专一 有精神洁癖 是不会吃鬼的那一类人 所以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有很大的安全感 而且他们对伴侣也能给予足够的空间 胸怀宽大 因此这种人可以说是灵魂级别的伴侣 是很难得的 手背上有窝的人 在命里就注定他们比平常人要富贵不少 他们能通过自己的事业得到很多钱财 而且还能把财运带给身边的人 所以和这种人交朋友 自己在后来也能过上非常好的生活 不过以上只是从命里学的角度上来说 因此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 大家只是图一乐而已 各位小伙伴也可以看看自己手背上有没有这种窝哟 正所谓掌中有日月 闻可看命里 虽然人人都渴望追求钱财权势 但钱财权势仿佛也认主人 一辈子和钱财有没有缘 不是深沉八字注定 就是自身发肤早早写好 而掌温就是这样的道理 看似杂乱无章 实际上蕴含着人欲钱财是否有缘的奥秘 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揭秘 手掌上有哪三条纹路的人 一生注定有钱有势呢 一小拇指和蜜指下方数文多 聚财文 正所谓人无横财不负 手掌上以小拇指和蜜指下方 掌管偏残云的水星丘部位 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树文 表明一生横财有道 不仅财运好 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 生有这种聚财文的人生来命好 亲缘深厚 左手有这样的纹路 则可通过观影亨通 法家致富 可做老板 而如果右手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 一生钱财全是可兼得 二 拇指中间有闭合圈文 凤眼 人的拇指 生于手掌的金星丘部位 主意生田窄 灌落的丰足程度 而拇指上的横文之间 如果形成闭合圈文 形如眼形状 则是典型的凤眼文 换言之 也是难得一见的前眼文 拥有这样闻得的人 手气极佳 运气傲人 做生意往往只占不亏 一生广告朋友 财源宽阔 不但有横财 更有贵人相助 到了中年后 可有钱有势 三 生命性和智慧线交叉 延伸到掌外 财库文 生命性和智慧线 可以称之为 手掌上的天地生文 看命运好不好 运程顺不顺 多数就是看 生命性和智慧线的 长短粗细 而如果生命性 和智慧线的交叉点 位于掌外 分产纹路有几条 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 延伸得越长 就表明钱财越多 这样的人 不仅生来喊着金汤池 更是财路的人 此生注定中一次百万大奖 或是通过生意 发家者 大有人在 赶快对照自己的手 看看你又拿着纹路吧 但相不独论 需要结合其他相学特征来看 同时 命好与否也与个人努力有关 还是需要靠自己的 手相 这些特征都是招财的表现 俗话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可见 钱财对于我们的生活 是至关重要 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 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 不可或缺的助力 有的人出身富贵 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 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 最终也能富贵满盈 却也有人一生穷困了道 今日 我们从手相来看一下 哪些人财运好 财富多 一 看五个手指的情况 五个手指并枉无缝隙 说明这种人很能守财 反之 五个手指并拢起来 缝隙越宽 漏财就越严重 就算赚钱再多 都难遇存钱 要尽量做好理财准备 一般来说 手指修长的人 往往在艺术方面 有很强的天赋 并且能够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 这类型特征的人 这种手相的人 追求精神主义 渴望权力 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 对钱财却不计较 花钱很随意 所以赚不到钱 二 看大拇指 人的大拇指第二关节 这个地方是表示财云旺摔的 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 纹论越多 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 这种人多靠勤俭支付 大拇指第二节指幅中的横纹 手财纹 有这种手财纹的 通常是能够收财的 理财能力很好 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选择适当的投资 网格文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 越密则越有财运 网格文在这里的朋友 表示其人财运旺盛 赚钱比较容易 不论是上班族 还是做生意的人 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 三 看食指 如果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 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 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 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 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 人的食指与中指 是代表着情分与否的 如果这二指之间有缝隙 说明此人善于思考 做事缜密 勤劳努力 所以将来 便能出人头地 而有所成就 当然财富也会忘 在人的食指根部 木星秋比较发达的人 这也是主财云的地方 木星秋在首相学中成为迅工 也就钱财工 这种人硬是较好 因此财云必佳 木星秋饱满 气色血色良好的人 财云必然旺盛 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 四 看无名指与小指 小指根部水星秋 与无名指根部太阳球之间的部位 如有出现十字纹 表示有意外之财到来 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比如买彩票装奖了等等 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 称之为钱财纹 钱财纹如果比较多 并且比较清晰 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 擅长理财 特别是在生活上 能经代息散 不会盲目开支花钱 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 五 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 在手掌学上 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服分的多少 手掌饱满肉厚 并且张开 掌心能形成自然凹坑的人 是手材多福的手相 手受销无肉 掌心平平睡月光足 花钱如流水 赚不到大钱 也守不住财 拥有一双有弹性 软绵绵的手 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 如果在后世的话 则代表财运上比较丰厚 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 很有经济头脑 同时 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 生活档次也比较高 手硬的人 脾气就将固执 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 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 手硬而厚 可以白收起家 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 手硬而薄 则固执己见 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 而导致一生贫穷 六 手掌有理财文 在手掌感情线上方 有一条平行的文 叫做理财文 有这种文的人 通常是替别人理财 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 通常帮别人理财 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 因此不会缺钱用 七 手掌有智 手掌有智 手掌的智 一般都是手机智 手掌心的智 代表智且富 代表你很聪明 将来会富有 八 有多条事业线 事业线是从掌心底部 延伸至中指缝隙 处下方的一条笔直的线 多条事业线 是指事业线旁边有些虚线 斜线往周围延伸 这类手相的人 懂得东西多 专业技能很强 虽然工作辛苦 但是收入回报也大 九 就会现明朗深长 首相学生认为 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 容易获得成功 智慧线又称 头脑线或思想线 其不但能够表现 一个人的智慧 同时还代表着 其思考能力 自我控制力 记忆力 运辩能力 及创造能力等 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 往往能在这些方面 表现不错 因此 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往往能够轻松地 获得成功 能够轻松地赚大钱 10 太阳线 清晰深长 太阳线 又叫成功线 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 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 纵向延伸的线 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 名誉 以及成功 所以太阳线清晰深长 表示人缘佳 做事容易成功 而往小指封线延伸的 支线 为财运线 因此 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贵人多 比赛能力强 有商业头脑 所以 变成大风的几率 非常高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